那今天我就简单讲一下开源硬件 以及什么是开源 以及开源硬件包括了什么东西 然后开源硬件 我们除了开源硬件 我们可以利用开源硬件做什么东西 然后这边的话 这边的话 今天的大纲会大概是这个样子 首先我会先讲一下什么是开源 然后介绍一下开源平台当中的其中一个 也就是我们可能也听过了 Adreno的这个平台 然后简单说一下它的上述指南 以及配合 Adreno是可以如何配合 Groove这个传感器体系 去快速的搭建这个产品的原型 好那什么是开源 其实开源这个是指事物的 就是指一个东西 它所有的原代码都是可以公开访问的 然后人们可以通过修改 以及去分享 然后其实最开始开源这个名词 是从起源于软件开发里面 指的是一种开发软件的一种特殊形式 不过今天到今天开源已经变成了我们称 称之为开源的一种方式 那这个概念就包括了我们说开源的项目 我们开源的产品或者说一种文化 一种协作参与快速远行公开透明的 然后什么是开源软件呢 开源软件就是就是软件的 原代码都是可以审查修改以及增强 就是原代码是完全开源的 就是完全开放的 那程序员程序员可以通过修改代码来改变一个软件 以及共同协作 那么从开源软件呢 我们常见的 我们开源软件常见可能听的比较多的 就是像这几个就是比较出名的开源项目 像Linux的内科 它就是一个开源软件 然后以及我们的数据库 以及我们 我们的Github 是我们开源社区最活跃的一个社区 然后开源软件对于技术发展 其实有着一个很大的一个助力 它提高了一个可维护性 以及可发现性 以及覆盖面的覆盖面和质量 那通过呢 社区开源这个社区 就可以迭代出五数个开源的项目 然后Github呢 因为有着很多的开源项目 所以它上面所有的项目 都其实不是一个人写的 都是靠着牵线 就是不同的贡献者一起去开发 这就是开源的一个意义所在 然后那么现在我就讲什么 什么是开源硬件呢 其实开源硬件 其实也是从开源软件这边 预生过来的一个 一个产品 一个体系吧 然后这边简单讲一下开源硬件 一个比较主流的一个平台 开源硬件 开源硬件其实主要的有四大平台 像Ardreno 然后上面一个草莓 那个就是树莓派 就我们的Raspberry Pi 然后就是BBC 而说推出的一个叫MicroPit 一个基于 也是一个开源硬件的一个平台 不过这个就讲教育 低零化 然后也也很多学校用于做创客教育 就是用MicroPit 基于这个产品体系去做的一个创客教育的一些东西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可能更加高阶的一个叫BBG 的一个产品体系 然后呢 其实开源硬件就从这边就诞生了很多分支 但是像最近就这几年很火的创客文化 创客教育其实就是属于从开源硬件分支出去的 然后创客教育又可以分支到Steam教育 这几个都是跟开源硬件相关的 那么其实开源硬件跟开源软件是互通的 因为开源硬件就涉及到软件 软件的部分也是开源的 要先简单介绍一下 Groove这个体系 Groove就是我们现在手上看到这40个传感器 Groove体系是什么呢 那Groove体系就是我们的一个传感器体系 7D的一个传感器体系 在没有Groove之前呢 我们如果想想使用传感器以及我们的主控我们开发版 如果想对他们进行一些硬件上的连接是比较繁琐的 他们都是需要可能涉及到一些焊接 以及一些基本的电子硬件支持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过程搭建这个具体电路的过程就简化了 我们通过用Groove就需要用一根Groove的线连接线 就可以跟我们的传感器 以及我们的开发版进行一个电 一个连接 所以每一个Groove可以实现一个功能 它只需要一根Groove线就可以解决 这个后面可能大家到时差的时候可能就比较好理解 然后现在我们手上的这个就是我们的叫Groove Creator Kit 我们的一个创新者套件 然后它这个是我们的Alpha Beta版本 然后包含了40个不同的传感器 然后传感器就分了我们分了几大模块 然后这些就是像执行器输入模块 显示模块LED模块 以及一些常见的一些传感器模块 都包含在这里面 然后这一套的传感器呢 也是支持支持着这三大开源硬件 就是他们都是兼容的 他们同时支持Adreno 树莓派以及Microbat 只需要不同的一个扩展板就可以跟他们 用一根Groove线就可以进行一些连接 然后呢我这边准备了一个小的视频 简单讲一下什么是Adreno 在开始解释Adreno是什么之前 我想请问什么是电脑 来看一下我们要组装一台桌上型电脑 需要买哪些东西吧 首先是一台电脑主机 接着你还需要滑鼠键盘或者是摇杆才能够操作电脑 当然还有电脑萤幕跟喇叭 这样才可以看影片玩游戏 也就是说当我们点滑鼠用摇杆的时候 对主机来讲你正在对它输入讯息 我们称这些装置叫做输入装置 而当电脑主机收到讯息经过处理后 会把资料显示在萤幕上 把声音用喇叭放出来 我们称这些装置叫做输出装置 夹在中间的电脑主机 当然就是负责管理所有的输入跟输出装置 我们姑且称它为整个电脑系统的大脑 有了这样子的架构 我们就可以说这是一个功能完整的电脑 好了现在一堆电脑有基本的概念了 那我要问第二个问题 请问什么是Arduino 它的答案很简单 Arduino就像一台没接滑鼠 没接荧幕跟喇叭的电脑主机 这时候你可能在想什么 只有一台电脑主机要怎么用 所以咯 它还需要搭配Arduino专用的输入跟输出装置 也就是所谓的模组 关于模组这个东西 等一下你会发现它超级好玩的 那Arduino这一台小型的电脑主机 或者我们也称它叫做开发版 到底可以做哪些事情呢 也许它能做得超乎你的想象 如果你用Arduino Project在YouTube上面搜寻 你会看到这几年很火红的四轴直升机 LED矩阵 甚至是用香蕉来弹钢琴 都可以用Arduino来完成 而且Arduino能够在全世界有这么多的玩家 就是因为它对于没有工程背景 没有城市基础的任何人来说 都是非常容易上手的开发版 所以只要跟着接下来的影片走 很快你就能开始创作精彩的作品啰 如果你到他们的官方网站逛一逛 你会发现Arduino其实是一系列这种小电脑的总称 根据不一样的用途可以搭配不同的型号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就是最常见的Arduino Uno 这块板子 建议在收看影片时随手准备一块Uno 可以让你的学习效果更好哦 首先在板子的上下两个部分有好几排黑色的接口 它们的功能就像是电脑主机后面可以接 螢幕接滑鼠键盘的地方 我们称它叫做Pins 也就是所谓的接脚 这些接脚旁边都有编号或者是功能的说明 包含上排的0到13 右下的A0到A5 还有它旁边的电源接脚 在板子的左上方有一个按钮 我们称它为重置扭 按下去你Arduino就会重新开机 按钮下面有一个银色的插孔 可以用USB线跟电脑连接 把程式传送进去 它同时也提供板子的电源 所以只要接着这条USB线 你就可以让Arduino开机跟工作了 介绍到这边 我们已经能应付非常多的功能了 其他部分在有需要的时候 再跟各位介绍咯 回到最一开始的这张图 我们现在可以把电脑系统的大脑 换成Arduino开发版了 但是Arduino并不是透过滑鼠键盘 来操作使用的 还记得我们在介绍电脑的概念的时候 有提到对Arduino来说 它的滑鼠键盘跟荧幕 就是所谓的模组吗 这些模组到底是什么东西 以刚才提到的四轴直升机当作例子 你要让直升机飞起来 就会用到直流无刷马达 要控制马达的转速 你就会需要电子的调速器 要让直升机稳定的飞行 你就得使用飞行控制板 如果要用遥控器操作飞行的方向 你就需要无线电收发器 这些东西都是制作四轴直升机所需要的模组 而Arduino就是负责操控他们的电脑主机 你只要跑一趟电子材料行 你就会发现有上百种的酷炫模组可以使用 随时针对你需要的功能自由搭配 看到这边 您已经了解Arduino的基本知识了 接下来我要介绍Arduino的开发环境 在开始写程式之前 先去下载写程式的软体吧 进入Arduino的官方网站 点选Download 依照你的系统下载档案 并且安装 这个东西我们称它为Arduino的ID 也就是整合了编辑 验证跟烧录程式的综合编辑器 以后我们Arduino程式都会透过它来完成 所以这个东西一定要安装哦 从一开始到现在 我们介绍了好多东西 但是要Arduino实现一个新的点子 到底需要经过哪些步骤呢 我的做法是 先在笔记本里写下我的点子 还有它的功能 然后开始寻找需要的模组跟材料 东西都备妥以后 就开始依据模组的规则 还有我想要的功能编写程式 然后我会把必要的电路设计完成 把程式烧录到Arduino当中 检查功能是不是对的 如果出现错误 就根据ID告诉我的错误讯息 修改程式或者是电路 如果功能正确 就大功告成哦 这看起来是一个超级复杂的过程 不过不用担心 之后我们会带你一起玩 好 就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是Arduino 那其实Arduino就是 其实就是一个基于单片级的一个平台 然后它是用了一个叫Arduino Gino ID的一个编写软件的一个开发环境组成 它是可以用于开发很多交互类的产品 以及快速的一些搭建一些产品的原型 因为它很它有很多的 还有它可以读取大量的一些传感器的信号 从而去控制很多输出的一些模块 那么这边就简单讲一下 因为今天我们是用了 我们现在桌子上都有一个 然后这个Arduino的板子 然后这个Arduino板子我说了 然后它可以用了一个晶片 然后我们看到Arduino 如果你们仔细看它是有个 就是可以拔出来的一个晶片很长的那一块 它其实所有功能 实现就基于在这个小小的晶片上面 然后这个我们Arduino用的晶片 就是这个Arduino的晶片 就是这个Arduino的晶片 然后现在市面上其实也做了很多很多不同的一些更加便宜的一些兼容板 然后他们是之所以就是做了这么多兼容板 就是因为它他们可以兼容Arduino这个平台 就是因为他们用了其实只要用了相同的芯片 就可以做到同一一样的开发环境 所以我们公司其实也做了很多 Cedreno Adreno系列的一个兼容板 就是用了他们同样的一个芯片 然后这边的话着重讲一下 这个Facial是什么东西 就是我们刚刚说到我们的Groove体系 是一整套的一个传感器体系 然后我们 我们如果想更方便的去 使用我们Groove体系 就需要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兼容板 它这个兼容板的作用就是在上面 直接把Arduino原有的一些接口 转换成我们的Groove接口 就是只要你把这个扩展板安装在Arduino 上面它就可以实现跟我们 Groove整个体系的一个互动 它的 它的安装方式其实就直接 直接扣在Arduino上面就好了 它就可以直接扣上去了 它就可以直接扣上去了 然后这样子就可以对我们的Arduino 这边有跟我们整个Groove体系 进行就简单的连接 然后这边可能会讲一些些 Arduino的一些基本 刚刚可能如果有一点一定背景的话 可能这个还比较简单 就是简单讲一下Arduino它分了什么 它主要的硬件上面有什么东西 它其实简单的只分了两类 它只有一个叫数字接口 就是Digital的接口 它是用于输入或输出数字的信号 那么在电路里面的高 数字信号只分了两个状态 一个就是高的一个数字信号状态 一个就是D的一个数字信号状态 就是0和1它只有这两种状态 然后在实际的实际的电路里面 高的状态通常是3.3V或者5V 这个就是只要有这个 只要在电压在这附近 它在3.3V以上或者5V 它就会显示 它是数字信号1 然后低于那个就会是0 Yup The 3.3 is most What they use nowadays 5V used to be the common voltage for high But 3.3 because it relates to the CMOS The CMOS voltage is the 3.3V Most groove boards except the really old ones They only accept 5V But now I think most groove modules Can use the 3.3V The Adrenaline actually This one outputs 5V But some like Some Adrenaline only outputs 3.3V So you have to make sure Mer豆 It is 快 现在可能还不需要讲太多 然后数字接口 如果我们看他数字接口 是靠近那个图标 右边那边都是数字接口 然后如果我们看他数字接口 Arduino总共有15个数字接口 15个0到15 然后他有一些是旁边带来一个波浪型的 这种数字接口呢 就比较特别 他是可以作为一个 PWM 的一种输出 他这种输出模式呢 就是他以一种数字的模式 数字的数字信号 一种数字信号去模拟 去模拟输出 他就可以 他的作用是用于一些 不只是只有两个状态的 就是点灯 他可以逐渐去点亮一些 LED 或者去控制我们的师傅电机 就是带动我们的电机 那种情况下 我们就需要用到我们 PWM 输出 这个可能晚一点会详细去说 所以现在还不用太 然后我们这边还有除了数字接口之外 我们还有一些模拟的接口 我们模拟接口这边呢 主要是用于接收一些模拟的信号 那么Arduino呢自带了十位的 十位的 ADC 他就可以把一些模拟的 模拟的信号 转换成对应的一些信号值 就是转换成电脑可以读的一个状态 像 那这边简单做了一些运算 就是 就是1023 因为他是 因为十位的 ADC 他总共就是1024位 从零开始算 那么1023 就代表是5V 那么512就代表是2.5V 就是接收了 如果电脑接收了是2.5V 他这个就是在数书上面 就看到是512这个数字 然后这个模拟接口是主要用于 接收模拟信号的一些传感器 像光感啊 音量啊 这些都不是说只有两种状态 只有开核观 这种是一种波浪型的 一种正悬波类型的 所以这种是用于接收模拟的信号 然后下面就简单讲了一下 然后这样子 我这边还讲了一下 我们的iPhone C协议 其实这个协议 简单来讲就是 比数字跟模拟更高阶的一个协议 就是可以 如果 我现在讲一个例子 就是如果我们 使用 只用数字接口的方式 去把我们的传统的一个 呃 LCD 显示器 跟我们的 Adreno 去做一个 硬件上的连接的话 我们需要做 我们需要用到很多一些 电阻电容 以及我们的 一些 以及很多跳线 它可能会用到十多根线 可是因为它 它协议 它用到了数字协议 它一根线 只能表示一个状态 可是如果 我们用了更高级的 iPhone C 一个通信协议的话 我们只需 其实只需 只需用 我那里写的两根线 其实是两根数据线 再加两根电源线 总共四根线 就可以实现 呃 就是传统上 如果只用数字接口 这个协议的话 十多根线 才能做到的事情 然后这个协议 现在就用的比较广泛 就是主要 主要就是去 减去那些 复杂的连接方式 然后四根线 也刚好是我们 Groove的 Groove的一个 刚好是我们 Groove也是试评的 所以很多 iPhone C 都直接用四根线 就能解决 然后这边我就开始讲 讲简单 让大家上手 Arduino 如果有电脑的话 其实我这边准备了一些 软件 可以实际去做一些 简单开发 好 那我这边 如果大家都安装了 就继续讲 这边的话 先可以做个简单的 简单的测试 我们下载好 之后 我们可以先把 Arduino 连接到我们的 这个电脑上 然后呢 就在我们 这边 脱去 它就在我们 上面 你如果打开Arduino 之后 它上面应该会有一个 有个 会有个 工具 然后在工具上面 点击开发版 选择我们的 Arduino 我们这个版就是 Arduino 选择正确的开发版 然后呢 我们就看 这个选择选好之后 我们还要选一个 端口 我们电脑戳上去之后 然后 Synic 是吗 跟Mac 一样 应该是Dev 这样子的 然后我们就可以点击 选择那个 点击 然后它就会选好了 然后我们版子选好 之后 我们就可以 先上传一个 最简单一个 测试文件 这个测试文件 在文件 先 如果是英文的 应该是 File 然后 然后 Example Blink 它这个是在 ID上面的 直接在 Example 01 Basic 然后 Blink 它就会弹出一个新的窗口 然后 这个新的窗口之后 我们 在左上角有个箭头的时候 那一点 往下一点 对 这个是编译 就是编译 就是编译 就是跟编系一样 就是看有没有错误 编译没有错误的话 就直接可以点 右边一点点这个箭头 就可以点Upload 可以让它编译 就是检查我们语法 有没有错误 没有错误之后 这里就会出现 就是我们编译完成 编译完成 编译完成后 我们直接可以 正常行为下 直接烧写 然后就是 download 然后这个就是简单 然后这边 这个就是简单 这个led就会开始闪 就是简单测试板值的一个功能 然后呢 我们继续回头 这边我就讲一下 其实adreno基本语法 他变成的语法 他adreno其实是基于C++ 呃 他的他的开发也环境 其实就是C++ 就是一个变种的C++语言 所以有 我们有我们是 但是有C++这边 就对C了解吗 C火 C了解 那就很好 就是 其实就是 这边我就简单讲吧 就是我们看刚刚那个 其实 我们看刚刚那个 这个led 内置这个blink开始闪的时候 我们去看一下他代码 我们是怎么实现的 这adreno是基于C++做了一个 他的编编程 是基于C++的一个分支 所以我们他他结构像 有一点点会像 嗯 C++ 然后他这边结构部分呢 他只分了他他分了两个部分 他需要两个结构 然后第一个就是void setup 这里面 他必须 你一个adreno程序必须有void setup 以及void loop这边 这两个结构 然后void setup呢 我们就是每一次adreno 每一次adreno上电 他第一次 第一次上电 每一次上电 他都会 读取 先读取 先调用 setup 里面的东西 所以这个函数里面 通常是用于一些 我们对变量的一些初始化 以及对我们一些引脚 进行一些初步的设置 就是假如我们这个是输入的 输入的模块 我们对他进行一个输入的 把它定义成输入类型 然后这边还有一些头文件 如果我们有用到一些比较复杂的 比较复杂的模块 可能要用到一些头文件 在这里也是在这里定义 然后loop部分 就是我们 我们的核心 我们整个adreno应该是 是基于在loop里面 让它不断循环 然后这里我们简单去看刚刚 刚刚 我们去看刚刚那个blink 它这个点亮是如何去实现的 我们先看setup这个结构 我们首先需要定义我们的一个内置led 作为一个输出类型 它是怎么做 就是其实如果我们看它就是很简单 我们在它初始化函数呢 也先首先有个第一个定义 我们把我们定义的方式可以是这样子 pin mode 就是这个是adrenal自带的把它定义成 我们这个也是自然built in 这个也是 就是它自带就是 表示了那个内置led 就是我们首先把它定义成一个输出 这里是输出 就是在setup里面 只需要把它定义成为一个输出类型 然后在我们的主 主函数我们loop 循环函数里面 我们就可以看到 我们就可以写 digital write 这个就是数字写入 数字写入 我们的变量 我们变量就是我们刚刚的内置led 然后把它写成高 就是我们数字信号高 然后这就是把它的电频拉高了 然后我们再做一个delay 然后再把它拉低 然后再做一个delay 然后就在这个主函数里面不断不断循环 他就做到这个一直在闪一直在闪 这个这些语法都是跟c cp c++一样的 所以如果有对c有一有一点了解的话 就可能看的比较容易 然后下面的话就开始 把我们的模块也用进来 我们现在首先 在这个基础上就加多一个 呃 加多一个输入模块 我们用button 就我们在 这一个一整套的里面 应该可以找到挺多按钮的 呃 按钮长什么样子呢 呃 先用不带led的那个 然后下面下面就可以开始把输入模块加进来 然后 呃 对 然后下面下面我先 就是我 呃 就是刚刚我们那个 我把那些 我把那些历程都写在那个demo文件夹 然后demo文件夹有个叫button的 我们可以把它 把它点开 然后 这里我就写了个很简单的一个历程 然后这边就跟刚刚 其实就是基于刚刚的一个 刚刚那个基础上加一些 做了一些延伸 首先我们 首先我们要加入个 呃 外面的模块 首先我们可以定一个厂量 我们把 我们的button pin 这个名字button pin 这个厂量 定为数字 定为3 然后我们在pin mode这里 引用这里的时候 就把这个 呃 按钮 定义成输入类型 然后这就代表了 然后这里我还定义了一个变量 叫button state 这个我晚点会用到 所以 定义了一个button state的一个变量 这里晚点会用 所以我们一样 我们先看setup里面有什么东西 setup里面 我们直接先pin mode 先定义 我们刚刚定义了常量 3 就是我们把3 3定义为一个输入类型 3就是我们的数字接口3 然后 然后我们这里我多了一个serial begin 这个也是Arduino自带的 serial begin 就是我们把我们的一个叫串口通行器 串口监视器 串口监视器 串口监视器就是我们通过电脑去监视一个物 对对对 serial monitor 就是我们通过串口去监视它一个状态 我这里先把它开始 这个串口监视通常也是在setup这边开始的 就主要去用debug 就是用去用 用于debug 然后这边 我就调整了9600的一个比特率 所以正常是9600或者115200也是 可以 这两个比较常用 然后我们看到主函数 我们看到我们 循环这个函数里 所以我用到我之前定义的那个button say 这个变量 去等于 这个digital read 也是我们Arduino自带的 digital read 就是数字读取的意思 意思 我们不断去读取这个 这个 接口3 就是这个常量 就是他连接的是button 他不断去读取他这个数据 然后我们 这里就直接把它serial print 直接把它打印出来 我们看他状态 然后现在我们就是可以把这个 这个这段代码直接上传到我们的Gl 那我就讲下一个 就这个就很简单 把一些模块 现在有个多了一个输入的模块 然后下面的话我就继续 然后这边 我准备那个文件夹里面还有个 叫button led 的button 斜杠 led的 Iono文件 然后也可以把它打开 这个是另外一个 就是把之前的内置led 跟我们的 跟我们的一个按钮做一个简单的结合 然后我们也可以先直接看一下他代码 怎么实现 首先我们前面部分一模一样 没有变 也定义了就是我们先定义我们的 那个button pen 就是我们实际按钮的一个常量 我们可以定义他为常量 然后上面还是一样 我 我确实画了一个变量叫button state去 呃晚点用 就是晚点去监测他的一个状态 然后这边呢我就 呃又定义了一个输入盒 这是多了一个输出 然后我们首先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内置led 内置led他的他那个就叫做led 下滑线 built in 这个是内置的 然后我们就直接把这个变量定为输出 然后下一个我们把之前定义 就是放在数字3的那个常量定为输入 然后现在就我们在setup里面看到他已经多了一个输出 就一个输入一个输出 然后我们就直接再看我们的主函数 我们的循环函数里面第一步也是一样 不断去监测他这个状态 所以我们把button state这个变量等于我们数字写入 我们数字写入这个按钮的接口 就我们不断去读取他 然后下面就剪 这里就看得懂了 就很简单 就如果我们写了个if else做一个流程控制 就可以看到如果他是数字是高的 就是按下去的状态 我们就把我们就digital write 我们的那个内置LED为高信号 如果不是的话 他就就没有按的话 就直接把信号拉低 然后我们也可以把这个代码直接写进去 然后这个LED 这种就是最简单的输入输出类型 然后这个内置LED 其实你可以接就是外置的LED 就你接其他真正的LED也行 然后这边我继续往下讲 这个就简单的多了一个输入 现在有两个 我块一个输入一个输出 然后继续往下的话 这个就讲一下 这个简简单讲一下我那个流程图 我们首先 一开始就首先要让 啊军头初始化 就是我们用了哪些模块 需要在setup里面定义 然后这个程序 刚刚这个程序的流程图就是 首先我们读取一个状态 然后检测按钮的状态 然后再去点亮LED 或者如果 他是按下的状态 就点亮LED 如果不是我们就关闭 就是简单的 这个一整个 这个简单demo的一个流程 然后下面 他其实就是这样子 有一个书 我们Arduino就是我们的一个控制单元 我们的大导 我们开发表就是我们的大脑 然后我们会有一部分的输入 然后一部分的输出 就比较简单 然后这边demo的话 做了简单带了三个过来 就一个第一个就是这个按钮 就是按钮 然后按钮 然后去按钮点灯 然后去开 还可以就是通过PWM输出 去逐渐开和逐渐关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就是我们的光光感传感器 加上我们的继电器 然后继电器这边 其实可以接 就是接一些传统家电 就是去光光感传感器 像那些小的台等 你接在你把它电线 接在这个继电器上面 就是你真的是可以通过这个光感传感器 去控制它 然后最后就是做了 还有这个 就是温室度传感器 可以再加四位就数码管输出 就是三个 然后 嗯 这个还做了另外一个版本 就我们这个套件里面 还有个lcd的显示器 就除了温室度传感器 可以在四字四位数字 四位显示器上面 显示还有就在lcd显示也行 然后这两三个的话 我们跳一个吧 要不你觉得你想 看 这个吗 然后这个有两个版本 一个就是这个数字显示器的 另外一个就是一个 lcd 这种类型 直接在这里 嗯 这个就是 这一部分就 这个部分就要加载一些酷 就是有一些比较复杂的 转感器 我们 se那边就会 对它 就是 比较复杂的部分 会放在图文件 然后我们加载方式是 我们点击项目 然后 manage manager manage library 在这里 点击一下 然后 我们 首先需要打 我们的温室度传感器 打group dhde 这个是 这也我也简单讲一下 就是 这个 但我是这么写 然后 首先我们 在 两个主函数外面 我们先 因为是比较复杂的 然后 然后我们 把这个 dhde 是这个 这个 这个 LCD版的 然后 首先我们 就是 我们要 先包含它一些头文件 所以上面那些都是头文件 第一个 include wire.h 这个就是我们 我刚刚讲过那个 iPhone C协议的一个头文件 首先 我们要把它包括在这个 然后我们就再看 setup里面 setup里面 我们也需要做一些 初始化 首先 我们有第一句 就是lcd.begin lcd.begin lcd.begin 就很简单 我们是把它初始化 然后我们这个lcd 是16乘二的 所以就是 16 然后 然后在下面就是 我们也把我们 dhde 就是我们温室度传感器 初始化 也是一样 然后空 空的一个函数 然后呢 这边 其实我建议 其实要不先直接上传 可能会 就是 然后这边我继续讲 那个代码 里面的东西 然后我们再看 嗯 初始化一些之后 我 我这里写了个lcd 就是把它 光标 就是我把它的 那个打印的光标 首先是设置在00 00的意思 在这个lcd 我们的酷是代表是 它是从零开始算的 它是从地零数 它是数和行 这样子算 所以是地零数地零行 然后 它现在 set cursor 就是它的光标 就在地零数地零行这里 然后我们直接lcd print 就是把它打印 打印 我们这里可以用一个string类型 它可以读取string 我这里直接写temperature 等于 它就从00这个位置 打印temperature 然后我再set它的cursor 因为我要换一行 然后我这里就把它 呃 它光标的位置就 set成 写成lcd.setcursor 就把它光标 移到01 就是第零数 第一行 就是下一行 然后在这里再写 呃 再打印 就是我们的湿度 然后这边 这边就把我们 因为这边是可能不会变的 这temperature 它一直都没有变 只打印过一次 就不用管它 然后我们在我们组函数里面 lub name 就多了一些东西 这边就是具体去读取 呃 数据的一个部分 然后这里我先定义那个 呃 整数类型 就定定那个变量 然后我就叫它damager 然后我们直接用我们写 我们之前 呃 这一期都包含 到包括在我们投文件里面 就可以直接调用这个函数 直接它的用法就是dht t 点 read temperature 就直接把它让数据 读取到我们这个 就保存到我们这个变量里面 一样的 community 也一样 直接读取到我们这个变量里面 然后我们用同样的方法 就把游标 呃 放到呃 放到我们要用的位置 然后我看了就是 你其实数也数得出来 就直接 他 数 我也我当时就是数了 现在因为这只有16位 16乘2 所以这种数 它是到到第12个 所以他就放到12个 然后我打印temperature 就是我 变量 等数变量 直接打印那个 然后再 再再再 后面再打一个C 就很像那个度 然后这边就一样 再把那个游标 放到91 91就是第95 第一 九速 就 对第9 然后第一行 0行 1行 然后在这里 再打印 50 就是humanity 打他的数据 对对对 其实也对 有点类似 呃 对 他是从0开始 所以这也是 上面就是00 所以就是01 对 可以可以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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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加了一个delay 就是不用他 不要让他堵太快 然后后面我就定义了一些 呃 定义了一个delay函数 delay就是 呃 里面默认的单位是ms 可以 可是可以去改 可是我就直接就是不用不让他让他读太快 然后这个就是最简单的就是直接在那里速度 因为 然后 这边就是温湿度加lcd的简单那个 准备 然后 其实还有 还有另外一种准备方法就是用 四位显示器 因为这边 好 这边还可以用四位显示器的方法 这边就 讲一下 我也简单讲一下吧 嗯 可以先把那个四位显示器找出来 它长大概是 然后在那个demo文件夹里面一样 然后 这边 前面的其实定义都是一样的 呃 差不多的 首先我们定义了温湿度传感性的那一边 都是一样的类型 然后我们这边就是把我们的lcd那个定义的部分 换了一下 换成了tm 就是换成我们数字显示器的定义方式 然后这边定义方式 他这边用了两根线 用了三和四 就是 他用了数字的两根线 因为他有一 有一个是时序 有一个是clock 有一个是data 然后他是用了两根线 不过我们group 因为是4 是pin的 他其实也是 其实还是一个 还是一根线 然后这个是接在3 d3 因为3跟4 我们的group 其实d3 他是d3 放在一起 所以其实我们是有两个口 对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等一下会接到d3 就是这个四位显示器 然后在setup里面一样 我们初始化一些东西 我们初始化了 呃文数度传感器 然后tma 这边就是我们四位数 显示器 我们也初始化 然后这个因为是比较老的一个 老的一个 产品 这边定义的 当时定义的方式 当时写的定义方式 有点 不跟现在的不一样 这也是写了tma 就是它芯片名字 点init 开始 就是不是我们的begin 因为这比较旧的 对 对 就当时写的比较旧 然后呢 我们这边 定义完了之后 我们又继续看到我们的loop里面 一开始我们一样 还是有两个变量 去不断读取它的数据 然后这边显示的部分 我们 呃 这些都是在 这些函数使用说明 都会在头文件那边显示 然后这边 数字显示器的话 我 我用的方法就是 呃 用磨除的方法 就是读取每一个位数 第一个我先读 先看第二行吧 这里就是temperature 就是磨除10 我们直接它 读它个位 然后 在上面这里就是 先让它除以10 再磨除10 就读它 就 10位 10位数的数字 然后就在这里 分别显示出来 然后这边也可以直接上传看一下 然后这边就用了数学的 就是软件用的 数学比较多 就是用磨除 去把那个数字整数 拆分出来 简单 其实还有另外两个 另外两个你们回去也可以看一下 我可以看一下 就在这边 会不会有什么 读它 所以我们可以看 读它